雷厚的一天又结束了 摘点辣椒做饭吃 今天晚上找个硬菜 很硬很硬的菜 配菜配菜 前两天辣椒是主菜 今天它成的配菜 甲鱼哈 给我老表用它的那个大铁笼啊 抓的甲鱼 然后给我拿了一只过来 叫我尝尝鲜 估计最近它那个大铁笼啊 甲鱼没少搞 今天难得收早工啊 我把它做了 可惜我老表不能吃啊 啥也不能吃 只能吃月子餐 今天就我一个人啊 找一个红烧甲鱼 给它洗个热水澡 就不烫哈 一点都不烫 才八九十度而已 啊 烫一下 听话别动 甲鱼这个东西我吃的相当少哈 以前不吃这个东西 后面慢慢慢慢的学会了 我看 它好像还活的耶 甲鱼尽点干净的哈 把它切得很快 又老王八 这么硬 晚上就吃青椒炒甲鱼哈 起锅 烧油 生姜大蒜 三大小 甲鱼 没有尿酒也没有啤酒 只有一瓶二锅头 啊 少一点 少几粒冰糖啊 皮都鲜了 按照自己口味做的哈 做的不好 请见谅 我 我也不是什么美食主播哈 嘿妹你不要吓我 这马上中原节了哈 你乱叫乱叫 好香 好香 真的好香 嗯 可以可以 尝一下 先吃个腿 嗯 烂了 好吃 好吃 真真好吃兄弟们 哎呀我出去还可以啊 嗯 带了个电红扇来了啊 凉快 还是腿上肉比较多啊 哈哈 啊兄弟们啊明天见 拜拜